嗨,大家好,我是Yuki 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我们的菌物界 之前讲到原生生物界 那这次要讲菌物界 那这菌物界的生物呢 它是原生菌类的后代 那我们又称它为真菌界 那它里面有酶菌、酶菌类跟酵母菌这三大类 好,我们来看一下 讲到真菌界 你第一个会想到的 它到底跟菌物界 它到底跟原生菌类有什么不一样 讲到菌物界的时候 你大概会有一个疑问 老师,它到底跟原生菌类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 有这个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到年菌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 它早期是没有细胞壁的 它可以动,对不对 那这个在菌物界就不行了 菌物界的生物有三大类 好,酸类、酶菌、酵母菌 它们一开始就都已经有细胞壁了 所以它是没办法动的 好,所以早期 那个原生生物界的原生菌类可以动 但是 菌物界的是完全不行 这是它们很大的一个差别 好,那讲到细胞壁 老师,我们之前讲过好几个生物有细胞壁 到底哪些有细胞壁 哪些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我这张图 细菌、原生菌类 还有菌物界 这个是分解者 蓝菌、藻类跟植物界 这是生产者 然后原生动物跟动物界 这是消费者 OK 好,那这些生物里面到底哪些是有细胞壁的呢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细胞壁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它是可以支撑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它有点像柱子这样子 它没有办法像细胞膜一样过滤物质 它没办法控制物质进出 但是它像柱子一样可以支撑 然后它又很坚硬可以保护 你如果说怀疑它的坚硬度的话 你就敲敲你家的桌子就好了 你家的木头桌子 诶,那就是细胞壁啊 它里面细胞已经死掉 只是那个剩下细胞壁而已啊 很坚固对不对 所以这个细胞壁它本身很坚硬 像一副铠甲一样 可以让你把它 可以保护你的身体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一旦有了细胞壁 你可能就没办法动 因为很坚硬嘛 很坚固嘛 所以就没办法动 好,那 有这个细胞壁 它像铠甲一样 可以保护你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想不想要有这个保护呢 当然想啊 当然希望有这个保护嘛 好,所以 在这上面 这些那个生物 哪些没有细胞壁 我们来想一想 哪些生物是没有细胞壁的 诶,细胞壁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 它是一个铠甲可以保护自己 那当然大家都希望要啊 可是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缺点吗 它穿上去之后就可能没办法动了 因为它是坚硬的 你可能就没办法动 所以在这里面 谁没细胞壁 要吃别人的 要抓别人来吃的 原生动物跟动物界的生物 是没有细胞壁的 那其他的 全都有 其他的细菌啊 原生菌类啊 还有菌物界 有,有细胞壁 蓝菌,藻类,植物界 也有细胞壁 就只有原生动物 跟动物界的生物 是没细胞壁的 所以 考试很喜欢考你 细菌有没有细胞壁啊 原生菌的有没有细胞壁 各位 你光是一个一个记 你会觉得很难 你用理解的 细胞壁是保护 但是它很坚硬 穿上去之后就不容易动 所以只有 消费者要去抓别人来吃的 所以 这个原生动物 跟动物界的生物 是没细胞壁的 这样子记就容易多了 OK 好 那 真菌界 菌物界 它来自于 演化自原生菌类 它有细胞壁 好 那它除了有细胞壁之外呢 它也跟原生菌类一样 它没有叶绿体 所以它是一个分解者嘛 好 那没有分 这个没有叶绿体的话 它就没办法行光和作用啊 所以它只能靠着 从别人那边获得养分 那它跟那个消费者 获得养分的方式不一样 消费者是去抓别人来吃 但是呢 这些菌物界的生物 它是分解者 它们是把人家分解掉 分解人家的遗体 或者排泄物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 哪些生物呢 霉菌 训类 这些都是 都是菌物界的生物 OK 好 那 它们要怎么样去分解别人 怎么吸收人家养分呢 它靠的是一个 叫做菌丝的构造 就是这个 这叫菌丝 一丝一丝的构造 一丝一丝的构造 这叫菌丝 然后它呢 可以把 这个菌丝可以把分解酵素 分泌到体外去 把东西给分解掉 然后呢 分解完之后 那个东西可能就变得汤汤水水的 然后它再把它吸收进来 所以 它是一个分解者 然后它是靠着菌丝来分解东西的 好 那这个菌丝呢 因为是由细胞所组成的嘛 所以 菌物界的生物 大多数是多细胞生物 好 有例外 我们会再讲 OK 好 所以你会看到 菌丝 好 你可以看得到我画了 那个这些相片里面都有一些菌丝 OK 这是菌丝 这个呢 白色的也是菌丝 这个呢 一条一条的是菌丝 它都是为了要分解遗体用的 那 你说老师 那这黑黑的是什么 好 我们待会说 OK 好 这是菌丝 所以 痾 菌丝是由细胞组成的 那你眼睛看得到它 所以显然它是多细胞生物 如果你曾经买过太空包回家自己来种香菇的话 那你也知道说 这个菇类 香菇这个也是开始先长一个白白的东西 这就是菌丝 然后菌丝把这里面的养分给分解完之后 才会长菇类出来 OK 好 所以这个菇类 蜃类 它也是会长菌丝的 好 那这些都是菌丝 那之后它们怎么繁殖呢 它们是用包子繁殖 就是可能在 那个 像霉菌 它是在顶端 在这个菌丝顶端 就产生包子 然后之后风吹了之后 就飘散到适当的地方生长 那菇类也是用 这个菇类或者训类 它也是利用包子来繁殖 所以你如果 曾经在你家的那个厕所 如果你家厕所是木门的话 你也许看过在厕所会长的 这个菇类出来 我家就曾经发生过 好 这是他们用包子繁殖 OK 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菌物界呢 大概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 它会有菌丝 来分泌消化酵素 然后分解东西之后再吸收进来 第二个 因为有菌丝 所以它大多数是多细胞生物 第三个它用包子繁殖 那菌物界呢 包含了 黴菌 迅雷跟酵母菌 成三大类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一介绍 那黴菌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了差不多了啦 我们先 先介绍 黴菌 但其实刚刚已经介绍了 差不多了 OK 好 那 黴菌呢 它有菌丝 然后它用包子繁殖 刚刚我们不是说 奇怪怎么这边是黑黑的吗 各位 这就是包子啊 不同的黴菌 它包子的颜色不一样 像这个生长在柳丁啊 或者是橘子上面的这个 我们叫它 青黴菌 那现在在这个水果上面的是 包子是黑色 我们就叫它黑黴菌这样子 那当然有更详细的分类 但是一开始我们是用这种颜色来做分类 好 那还有面包上面也是黑黴菌 好 OK 好 那这是长包子 它开始散发出去了 那旁边这个呢 还没有包子的 它是只有菌丝而已 那你看到这张图 你会不会发现 这个地方颜色怪怪的 有没有 这地方 有没有 好 这一片颜色都怪怪的 这里颜色都怪怪的 嘿 各位啊 呃 有些人会说 那个 黴菌啊 如果食物长黴菌 把它切掉 长黴的地方切掉 就好了 其他地方还可以吃 其实你看到这张图 你就隐隐约约 大概就觉得 嗯 好像不太对劲 对不对 各位 食物长黴就不要吃了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菌丝 它会生长 它会生 那个生长进去啊 所以并不是只有这边 哦 像这个 并不是只有这边 长了菌丝 长霉的地方 才有问题 其实 食物的内部 都已经长满了菌丝了 那 这个菌丝 吃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哎 有些 有些 霉菌是 很 很毒的 比方说 玉米 或者是 花生这类东西 它可能会有 黄麴毒菌 那它这个呢 里面有一个黄麴毒素 所以 吃了 哎 你身体 你的身体会受损 甚至 可能会死掉 所以 并不是说 你把东西切一切 哦 并不是说 你把这个 看起来有包子的地方 把它切掉 哎 就没事了 里面还有很多菌丝啊 所以已经长在里面了 你只把表面切掉 是没用的 哦 所以 你看起来 好像这边 发霉 切掉 其他地方留着 哦 省一点小钱 可是为了 你的身体好 这个其实要整个丢掉 千万不要吃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它的菌丝长到哪边去了 哦 OK 好 那再来 黴菌呢 嗯 会造成一些疾病 比方说很有名的 香港角 香港角就是 黴菌在你的身体 开始 生长 然后分解掉你的一些肌肉啊 之类的 所以 会痒 会痛 因为 被分解掉之后 你很容易就裂开嘛 就很痛 所以这是香港角 还有另外一个 呃 也跟黴菌有关的 是长在手的 我们叫它富贵手 好 这个 就是 黴菌生长在手 那 你如果 手 随时都是潮湿的 哦 比方说 你的工作关系 可能 手都湿答答的 就可能会长 黴菌 又 又保持温暖 又潮湿 黴菌可能就长得出来 所以这是富贵手 好 还有 那个 灰指甲 也是 灰指甲 这个 很多人 那个 穿着拖鞋的时候 诶 指甲黄黄的 这个 这其实是黴菌感染的 这可能都要去 看医生吃药 这样子 好 还有一个 叫做 蟹 那这个蟹 牛皮蟹啊 之类的 这全都是黴菌感染 好 那这是黴菌造成疾病 但是 听起来黴菌 好像一无是处吗 诶 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食物诶 好 我们还是可以拿来做食物 比方说酱油 酱油就是把豆类让它去发霉 然后再把它榨直 诶 这就是酱油 但是 但是 现在这种手工酱油比较少了啦 一般都是化学 化工的酱油 化工酱油就是工厂里面调配出来的 那 其实化工酱油 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 因为这种酱油 手工酱油 有时候 你不太能够控制长什么黴菌 OK 好 好 再来 还有 蓝起司 哦 那个 你一定听过 就算你没吃过 你一定听过说 这个味道很恐怖 对不对 嘿 我试着吃了一次 哦 受不了 所以 可是 我的学生有的很喜欢 说这真的是每个人喜好不同 我自己是无法接受 OK 好 那这是 利用黴菌下去做的食物 好 那黴菌也还可以做药 什么药呢 在1928年 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叫弗莱明 那 他是 军医 然后他 在战场上面 帮士兵 治疗这样子 然后 他想要 当时 那个治疗的效果很差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那个 病人来到他这里 其实都没办法获得好好的治疗 那他知道说 这边可能有一些生 有一些细菌生长在这里 所以他想了解到底 长有哪些细菌 到底要怎么去治疗会比较好 所以 他就 沾了一点点 士兵伤口那边的 那个 农啊 然后在 培养皿上面培养 结果实验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被 黎菌给感染了 在这边 黎菌感染了 然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细菌 好 这是细菌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长不出来了 这边长不出来 那 一般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实验失败嘛 这些就丢掉重来 可是 弗莱明发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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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区域 细菌长不出来 显然是 黎菌造成的 因为你看就沿着 这个黎菌 这样子一圈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一区细菌 长不出来 那可能是 黎菌释放了什么东西 去杀死了细菌 所以 细菌长不出来 是黎菌释放的东西 那有没有可能拿来做药 也许就可以治疗一些疾病啊 然后他就从这里面 体炼出一个叫做 青霉素的东西 又称它为 Panicillin 那 它 你看 有沾了这个 青霉素的纸片呢 旁边都没有细菌生长 然后 那个单纯只是纸片 没有沾过青霉素的 旁边细菌长很多 看起来效果不错 后来他把它用在 这些士兵 那个受伤的士兵身上 真的就救了很多人 他发现的这个青霉素呢 后来我们称之为 抗生素 是抗生素的一种 能够对抗生物的一个物质 抗生素 那 可以杀死细菌 那从此之后 我们人类的寿命就开始增加了 以前寿命都很短 从这时候就开始增加了 因为 因为我们开始可以抵抗这些疾病 抵抗这些细菌了 但是 它的名字叫抗生素 所以它 可不可以杀死病毒 对抗生物的药素 病毒不是生物 所以 抗生素没办法杀病毒 OK 好 那这个 抗生素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救了很多人 因为以前战争的时候 真正死在战场上面 人很少 30%是真的被刀被枪当场打死 大部分人呢 是受伤了 进了医院里面之后 因为细菌感染而死掉 70%是这样子死掉的 那有了这个抗生素 有了这些 青霉素之后呢 我们对细菌 就有一些对抗的工具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很多士兵就能够治愈 而不会死掉 这是青霉素 好 那它是从 黴菌提炼出来的 后来 又很 从其他的黴菌里面 提炼出很多不同的抗生素 来治疗不同的疾病 好 这是 最早 由弗莱明所发现的青霉素 那再来 还有一个叫做 东虫下草的 他 很多人听到东虫下草 这个是一个中药 很多人听到他都说 这到底是虫还是草 其实不是 好 这其实是 鹅的幼虫 被黴菌给感染了 鹅的幼虫 就毛毛虫样子的东西 被黴菌给感染了 然后呢 那黴菌就开始在 虫的身体里面生长 怎么会生长 想一想 我们刚刚讲 香港脚不就在 人的身体生长吗 那这个 黴菌呢 就在 那个 蝙蝠鹅的幼虫里面生长 之后 到了第二年夏天 它为了要释放孢子 它就长出一个构造 长出一个构造来释放孢子 这个构造我们叫做子实体 那 这时候这只虫 它已经 被黴菌给消化完了 就死掉了 然后这个 这个黴菌呢 开始要释放孢子出去 然后就长出一个子实体 看起来就像一根小草 所以称之为 冬虫夏草 那 冬天的时候还是虫啊 到夏天的时候 已经变草了 所以叫冬虫夏草 但是 你这样讲就 你这样子听就知道 冬虫夏草 不是一种生物啊 它是蝙蝠鹅的幼虫 再加上黴菌 共同组成的 OK 所以 这个冬虫夏草 你看 前面有 前面有鹅的样子 后面有这个释放孢子的构造 好 黴菌释放孢子的构造 那 这是冬虫夏草 那 呃 冬虫夏草 有很多假冒的 好 你有时候在市场 还可以买到 青绿色的冬虫夏草 各位 那是假的 那是植物的根 好 真正的冬虫夏草 其实是 应该是这种枯黄状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只鹅的幼虫已经被 黴菌给吸干养分了 然后呢 这个 子尸体长出来之后也枯掉了 所以它原本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会是青绿色的 青绿色是一种植物的根 好 这冬虫夏草 那 它就是这样子 包子 包子落在一只虫的身上 然后就萌发 然后把它养分吸收完了之后死掉 然后又释放出包子 然后去感染另外一只虫 这就是东虫夏草的由来 所以 它不是虫 也不是草 它其实是两种生物 合并在一起的 OK 好 到这里 这是我们讲菌物界 以及菌物界的第一个 那个成员叫做霉菌 好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一次来讲 蜀类 OK 也就是俗称的菇类 OK 好 下次见 拜拜